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中澳貿易戰有最新的進展 在今年10月的時候 大陸就開始著手抵制澳洲的煤炭 在最近這個星期大家都看到 那些負面影響就逐漸泡面 南方有多個省市出現了限制用電的情況 部分工商業生產遭到停頓 民生也大受影響 有不少居住在這些省市的網民 就走到微博上大發怨言 在昨天 外交部長王毅就公開向澳洲喊話 而且態度還有所放軟 至於大陸的法改委 他們就辯稱 說這次限制用電是經濟復甦所指 好了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到底王毅昨天是怎樣說呢 他就說 中澳都是亞太大家庭的一員 兩國有著長期交往 雙方各界保持著密切交流 中澳經濟高度互補 亦都被雙方帶來了利益 這一句只是動之以情 說到是大家庭的一員 不知道這是什麼大家庭 是不是愛登侍 這樣 哈哈哈 好了 接下來怎麼說呢 他說中澳關係當前的困難局面 不是中方希望看到的 坦誓地說 這兩年來 中方從澳方聽到太多負面的聲音 看到各種消極的舉動 這個自然就會影響到兩國關係的氣氛 以及就是兩國各界開展合作交流的積極性 這段其實就是把責任交給莫里森 兩年來 剛剛好兩年前 莫里森總理上任的時候 好了 他就繼續提 說澳洲應該認真地思考一個問題 中國到底是澳方的威脅還是夥伴呢 如果澳方把中國視為威脅 中澳關係怎麼得到改善呢 如果澳方把中國作為夥伴 我們就有對話合作的悲本前提 我們還是希望 中澳關係能夠回到正常健康發展的軌道 這一句就是 遂之以理 看到 王毅在措辭上 是溫和了不少 也是完全收起了他戰狼上身的本色 沒有用到一些很激烈的言辭 再去怎樣苛窄澳洲 這個就改了過去那半年的態度 所以肯定就是有多少放軟 而澳洲方面 暫時就沒有回應 在上兩個星期 莫里森總理就曾經上到微信公眾號那時候 發表了一條貼文 誰不知遭到刪除 這個舉措完全是不留情面的 堂堂的一國民選之君 想發表一句言論 竟然間 都是沒有一個空間 讓他這樣做 人家當然感到不是未宜 同時來到 澳洲在經歷了過去這半年以來的風風雨雨 一定會深深地體會到 如果在經濟上 繼續過度依賴單一市場 肯定就會招致到嚴重的惡果 所以在未來的日子 澳洲政府 一定會為著他們的優質產品 更加積極地開拓新的海外市場 分散風險 以免在經濟上遭到單一國家的支配 其實台灣就已經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當時為什麼 這個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那麼多人走出來反覆貿 那些示威者就是擔心 台灣的經濟是會遭到支配 所以現在澳洲有這個體驗 他們肯定就是會加速分散風險 其實只要澳洲產品是保持得到優質的水平的話 根本上就不愁,沒有銷路 你東家不賣就賣西家 雖然中國的消費市場 真的是非常龐大 你做到他這個市場就不用優 問題就是既然他出招去鉗制你的時候 你更加知道可以趁著這個機會分散市場風險 所以未必是壞事 至於大陸在過去這半年以來 對澳洲所實施的 懲罰性貿易措施 帶來了給澳洲一定的貿易損失 只不過 澳洲根本上可以通過 提升鐵礦砂的價格 來填補這個空缺 因為大陸對於鐵礦砂的需求 彈性 可以說是極低 大家看看市場價格走勢圖 就知道 今個月的價格 比起五月的時候 是高了五成 但是 大陸完全沒有出過半句聲 要停止進口澳洲的鐵礦砂 因為事實上對於這類材料 是有非常之恩切的需求 如果他不進口澳洲的鐵礦砂 那些鋼鐵廠根本上就沒有原料來煉鋼 而大陸要發展所謂的內循環經濟 一定程度上就是要依靠發展基礎建設 來拉動經濟增長 沒有鋼鐵必定 所以無論澳洲將鐵礦砂的價格 增加五成也好 增加一倍也好 甚至乎是更多也好 我相信 大陸也是會照買的 因為在國際市場上 他根本上就不會找到 有另外一個替代的進口國家 看看去年那個鐵礦砂的產量就知道了 在去年澳洲 就是全球產量最高的國家 排在第二位的就是巴西 巴西僅僅是及澳洲的一半 第三位就是中國 中國不用說 你自己生產自己用 第四位就是印度 產量就是澳洲的四分之一 排第五位就是俄羅斯 產量就是澳洲的十分之一 接著下去的那些也不用說 南非、烏克蘭的產量很少 所以大家就會看到 如果你說不從澳洲買鐵礦砂 根本上就沒有那麼多的原材料來生產 你就是重演了大豆的笑話 那個鬧劇 是不是 那時候說不向美國買大豆 你向巴西買 巴西都是向美國買 你說不跟澳洲買 你如果跟巴西買 巴西都是向澳洲買 買完就運到你那裏 那你很愚蠢的 那你就等同於 給錢人賺 所以現在大陸就沒有 在這個鐵礦砂那裏 現在澳洲就是靠鐵礦砂的利潤 來填補其他方面的損失 其實其他方面的東西 相對來說是小的 你說那些什麼 紅酒、龍蝦 其實澳洲只要把鐵礦砂的價格 再提升幾個價位 那裏的損失 就已經全部回來了 所以根本上 你說這個中澳貿易戰 到底有沒有開打的空間 暫時你都說 我就真的不見得到有了 如果是有的時候 王毅就不會放軟態度說這番說話 他就叫澳洲 是認真地思考 中方到底是威脅還是夥伴 他故意拋出這個問題 給澳洲回答 無非就是想澳洲釋出善意 他就可以顧全面子 就是澳洲主動罵我的 不是我罵他的 問題就是 其實現在澳洲有很多運媒的貨船 就已經在港口附近 是在等待卸貨 為什麼大陸你不加快清關的程序 你加快清關的程序 就可以解釋到 鹽微之急 馬上一卸下來的時候 就把煤由貨車運到發電廠 就沒事了 現在又未見得到 他們會採取這個主動的辦法 去解決問題 是不是要等到 莫里森總理主動罵你 你才會採取 還是怎樣 其實都是找自己笨 你看大陸最近 這個禮拜的限電情況 就出現了在浙江 湖南 和江西三省 這些地方 先後就以 節電暢耳 和有罪用電為名 執行拉閘限電的強制措施 浙江省更加宣佈了 在年底之前 省屬的各單位 辦公區域 就只能夠在氣溫低於三度的時候 才可以開暖氣 而且設定的溫度 就不得超過16度 同時來說 很多小型的企業和工廠 因為被迫停電而無法生產 嚴重影響到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 冷凍薑 三度才開暖氣 不單是經濟生產 受到衝擊 民生亦是極大影響 浙江湖南的一些城市 半夜的時候 紅綠燈和露燈都要關閉 天氣轉動 民眾開暖氣取暖都成了問題 於是部分民眾 走上微博冷嘲熱風 有些人就說 以此就是用煤炭來搭自己的腳 有些人就說 大家為了世界和平 一起為 制裁澳洲出一分力 好了 到底大陸的法改委 就著這個限電的情況 有什麼回應 真是死雞撐飯蓋 他們就說 主要是因為多地出現了極寒的天氣 居民用電量大增 而機組故障就增加了電力保障供應的困難 多國訂單湧向中國 使得工業生產快速增長 經濟復甦 導致用電量大增 所以就要有罪用電 沒有提到有澳洲煤炭的問題 反正就是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真是厲害 按照這個說法 大陸的經濟增長 肯定就是高速到不得了 工廠的車間肯定是 擠滿了工人來生產 用電量才會大增 究竟中國的經濟增長是不是很強 我不知道 有件事我又很不明白 既然法改委說到工業生產快速增長和經濟復甦 搞到用電量大增 為什麼既然在港口有那麼多運載煤炭的貨船 你又不安排它去清關卸貨 是不是那些澳洲貨船的煤炭有問題 照計如果經濟生產 是快速增長的時候 那你更加需要多些煤炭來發電 那你又生產多一點又賺多一點 為什麼不用那些煤炭呢 在邏輯上是有矛盾的 我不懂得解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